大家好,今天继续来玩斗罗大陆 忘记开录音,我们就合成一下 先来抢抢大红包,试一下手气 这波可以,直接抢了一个1888钻石 我们来看看小店今天卖什么 哇,3S的案器,老板这个怎么卖 这个恨归底,一孝子又钱卖吗 看不起谁呢,全部给我打包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统统全部我都要 哎呀哎呀,谢谢拱子,以后要常来哦 这个模组混合YES三号显聘,拱子要负 必须拿下,根本不差钱 这是高手 终于可以给我的案器升星 选择泰亚 传说神器泰亚只差最后十个碎片 升到两星,终于突破瓶颈 大有登峰造极之势 内宫修为大增 暗器附带的神迹也突破了一个等级 另一把神器九转环魂仪也可以改造一下 再次提升修为 今日战力将有极大提升 解封二层暗器图鉴 全员属性大增 神龙圣殿再次收集到龙之力量 将我们的魂力雏龙进阶到七十九级 不知何使我们的雏龙方能成长为成龙 来到铁匠铺 我们要打造一点变异寒铁 寒铁铁木 急运降临 成功打造到两块 我们继续打造 寒铁铁木可是不可多得的锻造神器 越好的打造材料越是难求 材料用的好快 看来我们又要去收集一些了 来到生灵台 挑战一下传说中的暴龙之王 这可是第十三层的生灵台 不可小视 派上我们最强力的魂师进行挑战 激烈的战斗开始 魔魂商小白战神戴木白 施展出了浑身绝学 小五与叶玲玲同样不甘示弱 战斗打得一场惨烈 各位看官分析一下 小鱼能否成功战胜暴龙之王 公子小心暴龙之王已经暴怒 使用了洪荒之力 大家不要慌张 暴龙之王血量已经不多 看他面目猙獰 却也是最后的倔强 成功拿下 各位魂师们辛苦了 本次魂灵挑战中表现最佳的仍然是魔魂沙小白 各位鱼友们 更多的战斗在等待着我们 山水又相逢 我们下期再见 打开